他對我的吸引力是恆久的 你何時叫我拍張愛來 我都很願意拍 但我自己不會再去拍他 除非有人問我 很懇切地叫我 要求我拍 我其實就不是很想拍的 因為我知道拍了兩次 再拍第三次 我又想不到如何去克服以前有些大問題 我都不想拍 因為免得被人罵 另外就是可能找一個新人去拍 他們看東西是會完全不同的 這樣就會沒事 但後來各種原因 我都要自己拍 另外還有就是 我一直都對原住那裏 姑媽是不是在運動高級妓院 是很懷疑的 因為我覺得他應該沒有什麼需要 是要運動這些東西的 因為張愛妮都其實沒有說得很清楚 他只是說這個地方很罪惡 很懦惡 他最後那句只是說 幫喬奇賺錢和幫姑媽找人 但是我自己就不想刻畫這件事 因為變成很複雜 因為我們一想到後面 他怎樣幫姑媽找人 他是不是要去主持一些麻雀局 我們想到很複雜 所以我們就把姑媽說 她其實是運動一個妓院的嫌疑 就抹走了 只不過她是很有錢 很喜歡玩 或者是把這些肉體和金錢的交易 變成她慣用的東西 但是不是一個職業 這樣來處理 然後也將薇龍 不是說她想找她回來幫她做生意 而是她剛才施行協體中了她 所以她就叫她進去 問題就是出在我們前面 很多對白她怎樣上來 其實根捉張愛玲 一去到那裏 我們一改了 觀眾是不太為意的 所以就會經常問 為什麼姑媽要找個沒有她這麼漂亮的人 來幫她做 引誘客人 其實她不是 我們的白本不是 所以這件事是我們沒有想到的 她不覺得她改了 仍然用回之前的小說的情節 來要求你 這件事是我們沒有想到的 我不是解辯 我覺得有這樣的情形發生 所以以後要改編 要想清楚多些 因為她不會這樣看電影 你告訴她什麼是什麼 她是背後有一個原著在 她是最好的 她是非常好 她是最好的